嗨 我是沃倫 今天我要介紹新到港的東西 5.1最新出的 Wrapping Slim Pack 這一顆包是有點饒舌 我不是很喜歡叫它Wrapping Slim Pack 我會叫它Go Bag 這顆包是一個600D的材料做成的 大概人容量差不多有10公升 然後它是一個防撥水的材料 這邊有一個YKK的拉鍊 它所有的拉鍊都是YKK的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顆包它有哪一些特色 它有輔助的扣具 有四顆輔助的扣具 在這顆上面 那這四顆扣具可以幫助你的背包整體的結構 在背重的時候它不會塌陷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背Go Bag 它會背得很重 然後整顆包就像毛巾一樣甩來甩去 然後它有一個輔助的腰帶 你可以扣在 這個地方 它等於就是把你的身體Hold住 所以這顆包它的穩定性非常好 你基本上在跑步的時候它完全不會晃動 所以它很適合在騎車的時候 你可以用它 它也很適合你在開車的時候 當成是你車上無的Go Bag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顆包 它有幾個特殊的小功能 我個人很喜歡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 CCW的夾層 這個夾層啊 這個夾層非常非常棒 原因是因為你如果出國的時候 或者是你有一些特殊勤務的時候 你可以把重要的東西 放在這一個最後面的夾層 譬如說你的錢包 你的護照 你的錢 以至於你不會容易被偷走 這個包也不太會被割破 那我個人很喜歡這顆包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左肩跟右肩 可以隨著個人的需求去做調整 這件事情跟之前的這個 LVS10有很大的差異 它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很快速的自己去做調整 無論你是左肩或右肩 你都可以有很好的背法 然後這顆包 雖然它是小包 但它的背負系統 仍然有一個很厚的一個襯墊 這個襯墊非常厚 這個襯墊將近厚快兩公分 你就算背得很重 你還是可以覺得很舒服 網狀的透氣襯墊 所以就算是夏天背它 你也不會覺得太悶熱 它也不會黏在你身上 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是我實際用這顆包的心得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裡面的配置有什麼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這是水袋的扣環 但是你可以綁其他的EDC的東西在上面 第二個事情就是它有一個 網狀的彈力束帶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內層 它這個內層很特別 你會發現它有兩條拉鍊 這兩條拉鍊重要的地方是 無論你是左肩背或是右肩背 你在轉過來的時候 你都可以很順利的拿到這個袋子的東西 你不會因為左肩背 然後你的拉鍊不配合你 所以你要把包包再換一個方向 它不會那麼麻煩 它非常非常的快速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袋子 裡面有勾鑰匙的環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這顆包的開啟的方式 讓我想到了十足鳥的軍包 我自己本身有兩顆十足鳥的軍包 分別也是Leaf的30跟Zip的45 我很喜歡這種夾倉式的開啟的方式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 它可以一目瞭然的知道 你的包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不用像傳統的勾背一樣 你在裡面撈或把裡面的東西弄亂七八糟的 你只要打開 你立刻就可以知道 你的裝備配置在哪裡 你可以立刻根據你的需求 去把你的裝備配置做改動 所以這顆包是我近期以來用過 我個人覺得設計上面最好的一款Go Back 如果你的需求是有一顆隨身的包 然後這顆包它不要太大 你可以放在機車的行李箱 你可以放在汽車的後座 有重要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隨時拿了就 完全不會讓你任何的負擔 你可以來看看這顆包 這顆包真的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不錯 那這是我近期用過最棒的Go Back 你必須說我上一顆Go Back 是SoTek的Go Back 變形金剛好裡面就很長 但我沒有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它太長 你常常東西會全部積到最底下去 然後它也太大 以至於我最後面的Go Back 我可能會使用三日飛包 但這一顆包剛剛好 就是你一天或者是你緊急的時候 它可以完美的裝進去 你剛剛好需要的東西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顆包在我個人裡頭 我們是怎麼做配置的 首先我要先講一下 我個人用東西蠻粗的 原因是5.1的東西 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很粗魯的使用 它可以很暴力的使用 那我的用法 我通常在開啟這個包的時候 我會直接這樣子開 這跟醫療包有點像 放大 然後一目瞭然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裝了什麼 首先在頂部 我裝了一個三天流氓的手電筒 那1.1 不時之需 其次我有一個標準規格的 緊急醫療袋 一個iPad包 然後我有一個雜物袋 裡面裝滿各式各樣清晰瓜瓜的小東西 然後 鮮魚 蛤 來 平常會抽的小雪茄 對小孩用的獅子巾 然後我們來開啟這邊的拉鈴 我放了一支工具錢 然後 一個LIDAR 這個LIDAR滿酷的 最後面我放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放了一個信號燈 那這顆燈在車輛有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或者是在露營的時候 或者是在一般 車輛可能會需要做維修的時候 我會拿這個枕出來 它是個很好用的 然後它還有磁鐵可以洗在車的板子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前倉我們放了什麼 一個頂級的小的醫療包 萬一需要用到的東西 充電源 小信 銀線夾 瑜伽 然後針對一些特殊勤務 特殊需求的人 它會後面的CCW夾層 這個東西 你可以拿來放一些 女婿要隨身用的小玩具 或者是錢包護照跟女婿 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是5.1這顆包 很厲害的地方 好 我現在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推薦這顆Go Bag 我是一個用包很多的人 就是市面上幾乎你聽過的軍包 我大概都有買 市面上大部分的Go Bag 我也都有買過 這顆包是我大概是這兩年來 唯一入手的一顆Go Bag 原因很簡單 它提供了一個很適合的大小 足夠的容量 它有10公升 你知道有些包的夾層非常非常的多 你要找東西其實很困 然後空間被夾層占掉 它剛剛好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然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隨著你背左肩或者背右肩 它完全沒有開啟包具的困難性 最重要它全開式的結構 全開的結構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瞬間知道 你的包裡面有多少裝備 這一個事情是 非常非常讓我喜歡的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價格很合理 以511的使用耐用性來講 你們可以不太需要擔心它到底在不太用 然後它是一個防潑水的包 對於一般氣候的使用 也OK除非你要去北極或南極 那種奇怪的地方 以日常生活來講 它非常非常夠用 你騎摩車可以背它 你開車可以帶上它 帶上你全家人一級的需要的東西 或者是帶上你個人習慣用的裝備 甚至小型的相機什麼 它都OK 非常非常好用 那最後面這一個包 我覺得還有一點我很喜歡 它的樣子很特別 它跟一般的信材包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信材包太大 你也覺得其他的雙肩背包太大 我建議你可以考慮來看看這一顆 511的GOBECK 就這樣 掰掰